你敢信每天吃这么多也能减肥 想减肥不知道每天吃什么 那你直接抄这个饮食清单 从此以后每天再也不用计算的热量 这个饮食清单里面每一种食物都是一份 一份的热量有的是50大卡 有的是100大卡 还有200大卡的 前面也有挑选原则 例如热泪前面这个 只能选一份 所以想减肥的朋友 你只要跟着这个饮食清单吃就可以了 里面的食材我都给你挑好了 都是些既营养容易吃饱 而且热量比较低的食物 大家只需要挑几栋食材 根据自己口味加工就可以 用这个饮食清单之前 有几个具体处具需要了解一下 首先是计算基础代谢 直接按毛泽切公式计算 男生用上面这个 女生用下面这个 这个公式适合练的比较少 或者干脆不练的人 其次 算出自己每天热量消耗 这个是热量系数 在知道基础代谢以后 选择一个合适的热量系数 就能计算出你每天消耗了多少热量 最后确定热量差 这个热量差就是 你每天少吃多少热量 体重基础大 基础代谢高 想减得快一点的 最多减少500打卡 再多就不健康了 体重小 代谢不高 不想减那么快的 减少300热量差足够了 既不影响健康 又能保持减肥速度 下面以我为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饮食清单具体怎么用 用这个公式算出 我的基础代谢是1563 实际我的基础代谢 比这个要高一点 因为我的肌肉量 比正常人要多一点 但是正常人算出结果是准确的 再选一个热量系数 除了锻炼 我基本都是做的办公 所以1.4这个比较合适 但是我每天都有运动 所以再加上0.3 那么每天热量消耗 就是2657大卡 假如我不想减那么快 我选400热量差 那就知道我每天需要吃 2257大卡 这里直接算2250 这样好算 食材总热量是 2250大卡就可以 这个是我选好的食材 你看 说是减肥 其实这些东西 还不一定能全部吃完 原则上吃不完可以剩下 但是肉蛋奶 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 必须要吃完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祝大家减肥快乐 拜拜